马契线的拉加斯 是黄河源头最大的格鲁派寺院 自中制作的檀成沙画种类繁多 工艺精美 远近文明 眼下 僧人们就正为制作檀成所需要的颜料 在拉加斯的护法神山上采集花卉 乃丹家措 堪称是三江原的植物一百克全树 是三江原的植物一般 除了护法神山 拉加斯的几位高僧 还远赴阿尼玛青和年宝月泽等地 依据多年总结出的经验 分区域 分季节 采集谈成沙画所需要的五色花卉 采摘前 他们会驱赶停留在花朵上的虫子 并尽量只摘取花瓣 不破坏植被和土壤环境 哪怕遇上恶劣的天气 险峻的地形也不会松懈 盘成沙画的基础原料是细沙 而细沙的一大重要来源 便是天然的白色岩石 岩石采回后 僧人们要将其捣碎 然后再一步步手工研磨成白上 绘制坛成的细沙 还有一部分来源于珍珠 玛瑙 红砂壶和绿苏石等贵重材料 僧人们将它们也一一捣碎 再细细研磨成粉 当所有的材料都被磨制成粉后 僧人们还会将它们加水沉淀 滤水晒干 再进行染色等等工序 如此这般得来的细沙 体量通常只有原料的五分之一左右 这些细沙将要承载坛成的绚烂 也将展示坛成的脆弱 诉说天地万物 有生有灭 这些按颜色分类亮晒的花卉 就是僧人们之前远赴各地采集的 他们将用于智取坛成沙画所需的色彩 花卉加水煮炖后所得的汤汁 就是绘制坛成的基础颜料 为表达制成之心 并确保坛成沙画最终可以完全规划于天地 拉加寺的僧人们 坚持用这样传统的方式亲手制取颜料 接下来就该给细沙上色了 这一步骤要求汤汁与细沙充分融合 搅拌均匀 带到汤汁完全被细沙吸收 再晾干捣碎 一般而言 坛成有五种基本颜色 蓝 红 红 绿 白 这在藏传佛教里 对应五方佛及五智 除白色外 另外四色又分深 中 浅三个层次 加上黑色 一共需调配出十多种色彩 僧人们终于开始竹手绘制 弹成沙画 绘制的第一步 先要用线条勾勒出一个结构严紧 比例精确的几个图形 然后才开始用 死琴调制好的彩纱 将图案汇职出来 盘城的汇职 从正中央开始 在藏传佛教中 这里安奉着释迦牟尼佛祖 而他的周围是云云众生 天地万物层层叠叠叠 依次展开 象征佛法慈悲 惠泽四海 弹成是佛的居所 是佛的宇宙 通常 绘制一幅弹成沙画 需要数十名训练勇素的僧人 默契配合 历时五至七天 绘制完毕的弹成 将在法会上向信众开放 绘制完毕的宇宙 绘制完毕的宇宙 接下来 弹成艺术将进入下一个步骤 时辰一到 僧人们挥起手中的法器 在建造时 有多呕心沥血 在摧毁时 就有多硬无反顾 座台上再次空空如也 那些高山上的花朵 那些珍珠 玛瑙和朱砂 都随着这些细砂 一起被装进了布袋 最终被护送到黄河边 散落进三江云的河流里 向下游飘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